我想請教主委 針對這個音頻 音頻的管制 所謂的音頻管制就是說 我們現在 整個現在幾乎大家 家家差不多都在看有限 將近上百台 這邊轉這一台 這邊轉這一台那個音量 完全都不一 這個 完全不一 然後特別是那種 那種地方的有限 它那個置入性的 廣告一進來 你一下轉到那邊你會嚇一跳 這個在 控管上面我們是怎麼處理 在有限廣播電視 系統工程管理規則裡面 我們確實有在管 有關於音量大小的問題 它其實要處理的 包含幾個面向第一個呢就是 剛才委員說到的那個信號源 像比如說地方蓋台 最常出現的問題是因為 信號源跟原來節目源不同的 所以它音量呢可能 調節的跟那個 原來的節目是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呢就是 在有限電視頭端這一邊呢 它可能要做建置 那個內建它的音量的一個 控制的一個系統 對 沒錯 那這兩方面呢 我們最近在工程管理規則裡頭 都納入規範 它如果那個音量差很大的話 我們最近有去查核 而且已經具體的 處罰了幾個業者 因為它違反了那個規定 簡單來說觀眾呢 只要廣告一切入呢 立刻就被驚擾了 或是一換台之後呢 也會 處罰怎麼處罰 其實它就因為違反了那個 這個 剛才所提到 有限廣播電視系統工程技術管理規則 所以我們直接去處罰它 因為違反了工程的管理規則 現在就是說要去落實啦 是 那我們怎麼 我們現在就是說 罰則罰則的輕跟重 牽涉到業者 它的惰性嘛 那這個我們 我們有沒有辦法 去真的好好的去趕快 去把它全面性的落實 那如何全面性的落實的話 當然你就要讓 首先就是講的 我們的 我們的出發端這一邊的 該基本的控制 然後針對有限台的 它所謂的蓋台的部分 如何來做一個落實 罰則上面的輕跟重 其實這些都是相關的嘛 我們一般都會採那個 累進罰款 所以呢 會這個 如果是累犯的話 它後面的罰則 全部是加重的 因為喔 本席接受這個投訴 已經很久了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真的 我們要好好的去把它落實 好不好 是 那另外一個 針對這個 我們講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那個灌名 灌名 灌名的這個 這個這個廣告嘛 是 那灌名廣告 現在我們NCC 也做了一定的修法了嘛 那本來這個灌名喔 本來我們出發點是善意的 希望呢就是說能夠提升 我們的整個的一個製作的水準 因為畢竟這也牽涉到經費的來源嘛 我們看到大陸的這種灌名 真的是已經灌到已經是非常非常離譜的灌名 那當然就是說 你說它好 說它壞 見仁見智 那現在我們NCC也修了法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也可以開放一個程度的灌名嘛 對不對 主委 那可是開放了以後 你有沒有去檢討到 我們開放了以後 結果它的真正對我們整體的媒體的發展 有沒有去加分到 你有沒有去注意到 結果灌名的進來的都是什麼 都是大陸劇跟韓劇 不盡是不過已經有幾出 大部分 有這樣子的情形了 大部分 我有去叫我助理他們去了解一下 特別是以韓劇跟大陸劇為多 結果 我們本來善意的就是說 讓這些企業 可以去灌名 然後用資金去挹注 讓我們的本土 這些的本土劇或各方面 讓它有多點資金來源 去建立建構出更好的一些戲劇節目 結果反而是 結果結果一灌的 這個一開放以後 結果反而是大陸劇跟韓劇 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那我們怎麼去看這個問題 跟文豹如果要真正有益於製作單位 其實置入是比較直接的方式 灌名呢 畢竟是以那個排播節目的單位 其實就是電視台 是最主要的收入者 那如果是要到這個製作單位的話 那必須是類似 就是活動式的那個轉播 那必須在活動一開始 就有規劃這個環節 那才會實際的收益 那至於節目已經做完 像我應該所指證的那幾個案子 那節目早就做好了 所以那個灌名呢 對製作單位毫無幫助 那純粹是增加電視台的收入而已 所以這方面我們NCC 其實這個所牽涉就跟我們 這個也這個就提到什麼你知道 提到我們現在廣電三法 那個所謂的避載 我們不是有那個避載 就是無限避載對不對 那無限避載 你現在無限避載 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 當初你就 反正因為 你有線電視裡面 你只要是無限的話 就是避載進去 是不是這樣 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規定是如此 是沒有錯嗎 那你現在避載的時候 本來我們的無限台 只有五台 現在我看大概十台有了吧 已經超過這個數目了 超過這個數目了 那你超過這個數目的時候 你現在變成避載的話 你無限進來的這個 他的值啊 你現在所謂的1加1 甚至於1加2 你現在他的值啊 你去看那個無限的現在 我講真的 這個就剛剛 我為什麼要提的 所謂的制錄跟灌名 這個製作的品質啊 你去看他那個連續劇 N年的連續劇 播了重播再重播 然後都是一些很便宜的這種卡通片啊 那你如何來提升我們整個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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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值 這個這個這個 有時候真的 我們的我們的有限可以看到上百台 是沒有錯啊 可是真的能看的沒有沒有一兩台啊 你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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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還每個月還要交那麼多錢 結果看到的是那種亂七八糟 真的一點品質都沒有 然後你現在 你現在避宅的無限的進來的 無限的進來的避宅 你避宅的內容 拜託也提升一下嘛 啊這個 可是我們我們NCC也無從管起啊 跟我們報告這個在交通文會審查通過的有限廣播電視法 避宅只有一台 而且是無限業者只指定一台是避宅 剩下都不避宅 剩下都不避宅 對 已經修過了嗎 這是在交通文會審查通過的版本 已經通過的版本 在本文會審查通過的版本 我們現在喔 對於這種電視製作節目喔 有時候喔 現在我們看到 像有時候我在看新聞喔 現在什麼 什麼我是歌手啦 還有那個叫什麼 那個唱歌的大陸的那個叫什麼 講真的喔 現在我們的電視只要 新聞節目時段裡面把它播出來的話 你說最近最近又很夯的那個什麼消防期書 什麼的 有的沒的 我想主委你也看到 結果他 他從透過新聞這樣的一個傳播 結果是大陸的一個節目 可是人家的節目製作了 有沒有夠水準 平常講有夠水準 那可是相對的這個在我們的新聞節目 這樣大肆的放鬆了以後 我們現在都想辦法去從這個 從這個網路去下載 然後固定的去看他每一集 現在他的收視率喔 不是在大陸的收視率不要高 在我們台灣的收視率都不要高 那這個會有兩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 讓新聞去強制的去主導這個節目 那這個是適當性是如何 這是一個方向 另外一個方向就是說 人家可以把節目製作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我們台灣反而是向下沉淪 這個我們NCC當初成立的 我們NCC 不是要來是一個嚴苛的管理 而是要讓我們台灣的媒體向上提升嘛 結果我們從NCC成立到現在 我沒有看到向上提升 完全不要說原置不動啊 反而是向下沉淪啊 製作費是越來越便宜 要不然就是重播再重播 要不然就是便宜的卡通影片 要不然就是老舊的影片 我們這個當然就是以前從而一而再再而再提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去處理這樣的一個方向 委員所說的這種病相呢 其實是套具這個醫學界的說法要基尾酒療法 它需要很多地方補強 不過呢冠名確實也有一些很 雖然不大但是有一些效益 就像是有一個境外頻道呢 他就以冠名的方式讓廠商去贊助國片 在他的頻道上播出 那像這樣子是比較正面的案例 確實像我應該所說很多其他案例會掩沒這一些 難得產生的一些正面的效益 那確實努力要很多方面一起去下 NCC很願意盡我們的該有的責任 其他部會我們跟他多做聯繫 這個有時候看到我們台灣的媒體發展 真的看了真的是很 都不知道要怎麼樣 出了國外跟我的一些國外的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像到日本到日本看他的電視真的很無聊 他就那麼幾台而已 一個國家那麼大 一個國家那麼大 他就 他就一三四六八十十二七台 一個國家那麼大七台而已 然後我們的上百台 然後呢你看他的內容跟品質 真的實在是差人家是一大截了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要去檢討的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當初我們在4G的時候 那時候我一直跟主委提的 你要拿到4G的時候是 基地台是250 他當初把他定的這個門檻 那時候我一直跟主委講這個門檻真的太低了 那你現在看出來 我現在也接收到人家的投訴 你現在亞太電信的客戶 他現在去掛到什麼 掛到台灣大哥大的 對不對 因為他基地才不夠嘛 基地才不夠嘛 對不對 結果你亞太電信的去掛到台灣大哥大 然後你亞太電信的客戶 每個月只要花1398元 可能低一點 還要低一點 不到900 不到900 然後你台灣大哥大的客戶每個月要花多少錢 將近1400 將近1400 加1400 那我現在去亞太的去掛到台灣大哥大的 結果我去用亞太的比較便宜 然後用台灣大哥大的比較貴 那你這是什麼邏輯 主委 你覺得這合理嗎 如果是促銷期間 還可以想像它的原因 如果促銷以後的立場業務 應該不會這樣推 所以這個就是當初 為什麼我們在標售4G的牌照的時候 為什麼我一直跟主委講 250座的機器台真的門檻太低 然後你現在 然後再來當初我們也提過 如何去用我們的公共區域 去開放更多的機器台 結果我們現在所可以找得出來的頂多80個地方而已 所以都可以看得出它真正的問題 當初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現在問題都顯示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這我們怎麼處理 我們逐一個客服 啊 逐一個客服 什麼叫逐一個客服 亞太也承諾他們會加速建設 他們也換了那個設備提供廠商 今天的訂單也下了 然後呢這個公有建位部分 我們 時間到 加快我們的速度 成績會越來越來 好 再跟李委員報告 謝謝李鴻軍委員的諮詢 今天我們請林國正委員諮詢